自这处城镇出发向北 再有三百里 就是北居卢州瘴气的边界 而最边界区域 就是杜仙门五名弟子 此行的历练之地 万丈宝陵 瘴气外那些光秃秃的荒山 与瘴气覆盖之地连绵的黑色丛林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画下了一条明显的边界 离着瘴气陵的边界越来越近 久久浑然变了一个人 目光充斥着警戒 先时监察着方圆数百里的风吹草动 他带着众人低空飞掠时 耗费先力做了一朵白云 将那只大葫芦 化作了三尺长短背在身后 葫芦口阴晕着浅蓝色的光芒 随时准备寄出去喷人 终于到了瘴气陵边缘 久久落下白云 转身满脸严肃地看着五名弟子 按规矩 此次历练时长为二十日 从你们进入乱帐宝林开始算 若二十日之前 你们就自行退出来 那就算这次历练失败 回去了要受门内责罚 久久眨了眨眼 口吻突然变得轻快了许多 骑士也就扣月弓之类的 无伤大雅 遇到危险以保命为上 觉得吃力就立刻退出来 都别逞强 我会在此地等你们 既然是以魔力弟子为目的的历练 自然不可能跟在你们身后 也绝不可能做你们的贴身护卫 这个大块头也留下 在此地等候吧 宇文林拱手请命 末将奉命前来护卫六公主殿下 还请先长准许 久久淡然道 你是想自己留在这 还是想被我捆在这 宇文将军还请在外等候 一切须遵从九世书安排 有秦玄雅在旁开口 自身也透出一种淡淡的威严 显然是从小到大 没少发号施令 末将林令 宇文林沉声到了剧 而后皱眉看了眼原青 原青立刻朗声道 宇文将军不必担心 我便是拼上性命 也会护好玄雅师妹 有秦玄雅对此毫无回应 维持着表面冰山的日常表情 反倒是 一直在久久身后站着的李长寿 目光在原青和宇文林身上 流转了一阵 果然还是觉得这两人有点猫腻 久久轻轻嗓子 继续道 我给你们两个忠告 其一 在里面要互相帮持 记住你们是同门 尽量避免单独行动 原青 悬崖 你二人修为较高 如果有余力 就照看下其他人 原青笑道 师叔放心 有秦玄雅也道 弟子领命 久久先人继续道 其二 便是不要苛求机缘 也不要拼了命去找药草 珍贵的灵药旁 往往就会有凶兽护持 这些凶兽一个个都不笨 你们就是他们最好的补品 说到这 久久突然出手 左手快若幻影 在有秦玄雅的脸蛋上轻轻一捏 尤其是你这种细品嫩肉的极品 师叔还请自重 有秦玄雅皱眉道的剧 久久在那一阵黑黑怪笑 哇 好滑 真羡慕你这种天生励志 本师叔就不行了 这皮肤干干巴巴的 也没个人在后面 跟着天天喊我久久师妹 久久师妹 笑语声中 久久又在怀里 取出了五块月牙状的玉石 扔到了五人手中 诺 这是球员用的传信玉 遇到麻烦就直接捏碎 本师叔就能感应到 冲进去救援 使用了传信玉 就代表 你们自己放弃了这次历练 回去也就扣扣月宫 没什么大事 去吧去吧 都小心点 可别真死在里面 五名弟子收起传信玉 各自对这位九仙人拱手行礼 而后卫自己贴上避杖符 拥有秦玄雅与原青打头阵 走向了杖气凌 李长寿落后了半步 因为他 先是在道袍上贴了张避杖符 又动作麻利地 撩起长袍下摆 在大腿内侧贴了一张 顺便将第三张避杖符 贴在了内衣后颈 这样就可万无一失 不怕避杖符无故脱落 之后隔几天更换一次 就可以了 风声凸起 旁边有只脚丫飞踹了过来 李长寿看似凌乱地 向前迈出两步 却将袭来的飞脚轻松躲过 九九气急败坏地骂道 还不快进去 记得跟人跟紧点 你个化神九戒 你这么小心 还来这破地方干嘛 师叔保重 李长寿扭头拱拱手 嘴唇稍微如动 对九九传声说了句什么 而后他快步跟了上去 掉在了队伍最后方 瘴气袭来 前方四人身上的避杖符 散发出淡淡光亮 各自撑开了一道浅浅的透明薄膜 贴在了几人身上 李长寿这边就厉害了 整个人被贴了三层薄膜 呼吸都开始有点费劲 但用力吸进来的空气 格外清新 王岐轻轻嗓子 朗声道 稍后长寿师兄跟我走吧 我其实也是来这边碰碰运气 并没有什么非要寻到的药草 就不必去打扰原青师弟他们了 善 李长寿给了王岐一个会心的微笑 后者对李长寿也挑了挑眉 这俩人倒是有了点默契 大概 这就是同为电灯炮的觉悟 在北剧卢州行动 未成仙者都要尽量避免玉空飞行 离第三丈处 瘴气太过浓郁 且是诸多毒虫 凶情频繁活动的区域 反倒是地面更安全些 此时 他们脚下的路只有一条 路旁也尽是些如同烧焦了的黑幕 大多只有树枝 而没有树叶 却涌动着一种另类的生命力 五人在路上行走着 临时尽力扩散出去 偶尔便能见到一两只躲藏在暗处 冷冷注视着他们这些闯入者的毒兽 暗无天日 危机四伏 乱障宝灵 盛产几类宝药 数十类毒药 但因是危险较低的边界区域 此地药材已被妖族 人族炼气室 采得七七八八 他们几人要找寻到自己想要的药 其实很有难度 更何况 李长寿要找的那株毒草 本就不在乱仗宝灵中 而是在更深的区域 行走中 李长寿拿出了一张八掌大小的羊皮地图 看着上面自己画的几处标记 也确定了自己接下来该走哪个方向 首先 要找个合适的理由脱队 最重要的 是让此时正偷偷跟在空中的九十书 不会出手阻拦他离开 走了大概半个时辰 前方的丛林越发阴暗 一股腐烂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着 成群结队的独虫嗡嗡万叫 躲藏在暗处伺机而动的烈士者 开始盯紧这五个鲜活的生灵 漂浮着白骨的沼泽 妖艳却夺命的花果 盘踞在高树上 发出一声声结笑的魔珠 杜仙门几人倒也算一高人胆大 他们越走越快 已逐渐适应了这般环境 李长寿紧跟在四人身后 此时离着自己 必须要调整方向的节点还远 倒也不急立刻脱队 呼听一声满是压抑的寿吼 林中毒虫的嗡鸣声突然大增 一股凶煞之气在前方袭来 有毒兽忍不住 要对他们一行出手了 队伍最前方的友情悬崖 立刻抬手 阻止几人前行 背上的大剑开始轻轻颤鸣 袁青右手轻轻一甩 一把青色的仙剑顿时在握 整个人展露出了一股逼人的风锐 而当前面四人被左前方林中 急窜的黑影吸引了注意力 李长寿却将目光落在了右侧 脚下迈出一步 站在了王岐身后 低声道 小心右边 几乎是李长寿话语刚落 左前方林中突然窜出一道 仗长的黑影 这是一头泪生双翼的黑皮豹子 前找闪耀着墨绿色的微弱光芒 一露面便二话不说 凶狠地扑向四人 孽处找死 原青低贺一声 身形宛若一股清风 自有秦璇雅身旁冲出 手中三尺清风 突出八寸青芒 脚下步伐 带出道道残影 剑光闪出一个拉长的枝字 那黑豹刚刚抬着 一股股黑血已经朝着天空雕射 直接伸手一触 正此时 右侧林中突然窜出两道黑影 直接扑向了刘一二和有秦璇雅 让我来 王岐大喝一声 冲到刘一二身前 双手已经被火焰包裹 对着这两头豹子摇摇摁压 但火光还没爆发 一道火红的身影已在旁闪过 那把尚未出鞘的大剑带起了沉闷的破空声 两头前冲的豹子同时被大剑扫中 如同沙包般被打飞了出去 只是一剑横扫 并无后续追击 但这两头黑豹被打飞到半空 体内涌出两朵火红的莲花 身躯被直接炸碎 残骸黑血又被那艳丽的火焰完全吞没 眨眼功夫 两头黑豹扎都不剩 王岐善笑了声散掉手中竖法 老老实实退到了一旁 李长寿倒是眼前一亮 九连离火镜 这个有秦玄雅竟然修成了 三头黑豹被转瞬斩杀 那些在暗处窥伺这五人的目光顿时减少了大半 五人恢复阵形继续向前赶路 有秦玄雅和原青开始施展简单的步伐 后面三人也是轻松跟上 直到前方出现了分叉口 五人默契地停了下来 有秦玄雅转身道 师兄 师姐 我要去这个方向巡验火明星草 门内曾有记载 在这个方向发现过这般灵药 各位还请多多保重 物药太过深入 刘一二也道出 他要找的药草 要从另一个方向前行 当下几人开始分组 原青自然是要跟有秦玄雅一同 他本就是来当帮手 外加护花使者的 王岐是来见见世面 顺势决定帮刘一二找寻药草 随后 四人的目光落在了李长寿身上 我走这条路 要暂时跟各位分开了 李长寿指着不同于四人的方向 几人同时皱了下眉 有秦玄雅问 长寿师兄要找寻哪般药草 李长寿正则道 此事不好言说 不过各位不必担心 多多保重 原青劝道 长寿师兄不如跟叶尔师姐一路 原青还未说完 李长寿却已是提步 踏上了自己所选的路径 脚下运起简单的步伐 衣绝飘飘 长发不武 迅速消失在了前方林中的拐角处 真是 好心荡成驴肝肺 刘一二有些不满地嘀咕了句 原青和王岐也略微摇头 大概是觉得 李长寿此时不过是碍于颜面 有些要强 反倒是有秦玄雅若有所思状 转身走向了自己所选的路径 背着大剑的背影 更显鲜弱 本来是所选的路径 member性尽玄雅若有所思状 在内面 沙萝卫 的人 帮行 你的交 Italian 要不然